随着艾弗顿接近5000万英镑的价格,牵向丽查利森,沃特福德将在球员身上获得一笔相当不错的利润。 去年夏天,这位21岁的巴西人,以1150万英镑加盟,今年一转手,沃特福德获得了接近4000万英镑的利润。 对于沃特福德来说,这笔生意好到了无法拒绝,英国媒体每日邮榜盘眼的是比这样的买卖。 穆巴佩和内玛尔,给卖家带去了最大的利润,第十名拉伯特·比尔巴尔当曼城,利润5720万英镑,比尔巴尔有培养年轻球员的习惯。 不过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料到,拉伯特能给俱乐部带来如此多的利润。 拉伯特16岁加盟比尔巴尔,共威俱乐部出场了222场,打入了实力进球。 今年1月份,瓜迪尔拉以5720万英镑的代价,将他买入了曼城。 加入曼城以后,逐渐适应应超节奏的拉伯特,希望能够赢得一个首发位置。 从拉伯特的例子可以看出,比尔巴尔是一个赚钱的行家。 第九名阿利松·罗马到利物浦,利润5790万英镑。 利物浦曾经有机会,以400万英镑拿下阿利松。 但是他们错过了机会,成全了罗马。 2016年,罗马以710万英镑的价格,从巴西国际队手中签下了阿利松。 很快他就成为了罗马城的门神。 而在巴西国家对他更是利亚曼城门将埃德森,成为了国家对义门。 在卡里乌斯糟糕的表现之后,克洛普十分想要得到一个靠谱的门奖。 于是他已破世界记录6500万英镑的价格,将阿利松挖进红军营中。 而这笔交易给罗马带去了5790万英镑的利润。 无怪乎托地直言,这是罗马不能拒绝的交易。 第八名马赫雷斯·莱斯特城到满城利润5960万英镑。 勒阿福尔是世界级球星的游览。 伯格巴、门迪、帕耶特还有马赫雷斯都是来自于此。 不过当莱斯特城以40万英镑签下这名阿尔提利亚人的时候, 他们无法预测到马赫雷斯竟然可以带给他们这么大的收益。 马赫雷斯的身价暴增是因为他帮助莱斯特城夺得了英超冠军。 经过了几个转回窗口的等待,他最终开始去网了曼城。 马赫雷斯需要向他的队友和俱乐部展示6000万英镑的价值。 他可能会跟萨奈和斯特莲进行激烈的竞争。 但是考虑到曼城四线作战,他肯定有机会追求对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七名C罗卖联的黄马,利润6780万英镑,决定选属于福格森。 他以8000万英镑破世界纪录的价格把C罗卖给了黄马。 C罗2003年以1220万英镑的身价,从利斯本竞技来到了老特拉福德,他很快就成为了英超最出色的球员。 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技术上,很难说,曼天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C罗给黄马带去了更多。 九年间,C罗帮助黄马夺得了四个欧冠冠军,还有两个机甲冠军。 C罗在这里次度金球,也是要黄马赞。 这个方面和巴巴有了一较强短之力,最近,黄马以1英镑将C罗卖给了油文图斯。 相比之下,黄马要比曼联会做生意的多。 第六营贝尔热刺到黄马,利润7500万英镑,这只能算是双赢。 黄马绝对是做生意的好手,尽管热刺赚到了7500万英镑,但是黄马得到的更多。 在南安普顿,贝尔以左后位出身,在1000万英镑的身份加盟热刺后,他被改造成了左边峰,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贝尔是弗洛伦蒂诺的宠儿,当年为了得到他,他们向热刺付出了8500万英镑的超高代价,尽管因为伤病,影响了他在其达内手下的发挥。 但是,欧冠决赛上的精彩进球,打破了一切之遗,在斯洛远赴亚平民之后,贝尔有望成为黄马的带头大哥。 带领黄马继续前行,第五名登贝莱多特蒙得到巴萨,利润8100万英镑,多特蒙的绝对是欧洲黑店之一。 在知道巴萨有钱缺人之后,狠狠地载了巴萨一笔,登贝莱是当金足坛最耀眼的年轻球员之一。 他2016年5月,从雷恩议1300万英镑的升降,加盟了多特蒙得,随着内玛尔德离开,巴萨想要把他带到莫坎府,这次转会给多特蒙得带了8100万英镑的利润。 不过,加盟了巴萨的登未来,并没有给出符合他价值的表现。 第四名伯格巴尤文图斯到曼联,利润8900万英镑,曼联并不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当初,他们免费放走了他们年轻的球星伯格巴,然后又以破世界纪录的价格,把他从尤文图斯买回。 一来一回,曼联赔了8900万英镑,而尤文图斯简直是笑到梦醒。 赚到手软,离开了曼联加盟游文图斯后,伯格巴在孔蒂和阿莱格里的调教下,成长为移民世界级的中场。 在穆里尼奥执掌曼联后,他亲眼伯格巴为球队的投号演员目标,以8900万打破世界纪录的价格,把他回购回了老特拉福德。 回到曼联中,伯格巴表现尚可,但是球迷对他有着更高的期待。 经过世界杯的洗礼,相信伯格巴能够在新赛季给人一个惊喜。 第三名库蒂尼奥利物浦到巴萨,利润1.3651英镑,尽管克洛夫相当不愿意放走库蒂尼奥,但是,1.3651英镑的利润,确实让人难以拒绝。 从国际米兰以极低的身价转回到利物浦之后,库蒂尼奥逐渐开了窍,迅速的成长为世界级巨星。 在伊涅斯塔离开球队后,巴萨将库蒂尼奥是为了伊涅斯塔的最佳人选,最终巴萨以1.42英镑的价格,将他引入队中。 在库蒂尼奥离开之后,利物浦的表现并没有出现下滑,他们甚至的马内,菲尔米诺,萨莱克的带领下,杀入了欧冠决赛,第二名内玛尔巴萨到巴黎圣日尔曼,利润1.41英镑内玛尔的转会改变了整个转会市场。 一家俱乐部能够付出如此高昂的转会费,让人瞠目结舌,渴望从走出梅西伊尼的内玛尔和渴望寻找打牌球员的大巴黎一派而合,大巴黎直接触发内玛尔1.98英英镑的违约条款,把他从西班牙带到了法国。 此前曾有报道,内玛尔在巴黎获得不开心,转会黄马的传闻也是不绝远,但是均遭到内玛尔以及俱乐部的否认,在法国,大巴黎夺得法甲冠军并没有难度,大巴黎希望内玛尔能够为他们带来欧冠冠军,对此内玛尔心知肚明,新赛季必定全力以赴,为你的欧冠而战斗。 第一名姆巴佩,摩内哥到巴黎胜日而卖,利润1.66亿英镑,4亿万维的大巴黎,其实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尽管1.66亿英镑的价格,看上去是个天价,但是纵管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对于一个能够接替梅罗伊波的19岁少年,这个价格并不算那么昂贵,在从青年队提拔到一线队之后, 姆巴佩迅速在摩内哥队中站稳了脚跟,逐渐成长为一名备受关注的新星,对于摩内哥来说,尽管他们知道姆巴佩的前途不可限量,但是1.66亿英镑的转会费,让他们无法拒绝,或许,只能用双银来总结这笔交易吧。 不要紧张,让我们玩费,让他们无法拒绝,但大家应该不容易拒绝。